好 中元节 瑞穗乡保安宫 霞海城 黄爷 全台各地有宫 纷纷的赠送了大批的普渡物资来做爱心 那么保安宫管委会以爱传爱 在上午的时候跟着县议员林玉芬 共同将总重百公斤的百米 是逐一的赠送给复原三村四个文件站 以及复原长照西据点的长者们 祈安祝福 场面文行 主委来一家 副主委周玉梅 与县议员林玉芬三人忙进忙出 将小包装百米一麻袋一麻袋的搬运上车后 第一站来到复原三村最南端的 拉加山部落文件站发送爱心平安米 部落长辈们热情欢迎与感谢 不明文明的中赞 加油 好赖木价终身庙 复原文件站 接着一续前往了复原文件站 以及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 将爱心平安米送到每一位长者手中 看见部落长者们脸上笑容满意 现议员林玉芬除了是欣慰祝福 也鼓励他们天天倒战共学共餐 享受晚年生活 12包啦12包5公斤 5斤啦 这个能给人家半价跟下价 好不好 那给我们的照片 那给大家 那你们要不要过来上班 好 不能归队 归队 好 好 那今天要归队 谢谢 谢谢 要归队 好 复原保安公关怀社会公益活动 不分族群 除了发送爱心白米给部落文件站 也没忘了社区长照西据点的长者们 趁着长者认真专心的上美劳手作课程之际 来发送平安米 代表保安公管委会发送白米的副主委 周玉梅 祈安祝福 每位长者都能平安健康 吃肉粒 三村的文件站 给我们的长辈一起吃 然后吃了会很平安 吃了会很健康 那要谢谢台北中顺庙 真的这几年来 很照顾我们花莲地区的文件站的长辈 那送了很多的物资 分享给大家 瑞珠湘福原保安公 堪称是瑞穗福原三村重要的信仰中心 拥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的保安公 今年中元节获得全台各地有功 捐赠普度爱心物资 管委会以爱传爱 将全台各界的爱心 发送给福原三村三个文件站 以及一个社区长照据点 祝福也祈求每位长辈都能平安健康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这都不会在路上 问题是玉兰瑞穗采访的 Way